大家好,我是大野猪 本期视频只是转述外网玩家的观点 如有不同意见,请自行处理 开始前请大家接受一波欧气 祝所有点赞投币的朋友单抽出金 三连的朋友十连满命满金 感谢大家的支持 今天外网讨论比较多的是关于原神的几个线下联动 很多国外的玩家都表示非常的羡慕 希望自己所在的地方也能举行这样的联动 接着请大家看一个外网的热门帖 6月份的时候 米哈游外网官方发了一个消息 会去参加北美的几个大城市的漫展 在展会上会有各种原神的周边食物以及cos 然后这位玩家为了参加原神线下活动 以及买周边 花了很多的时间和金钱去了西雅图 结果现场的原神展台是这样子的 工作人员只给了他一张海报 然后他就直接怒了 跑到原神论坛来发帖子 说米哈游这是欺骗欺诈 并且警告北美玩家千万不要上当受骗 接下来的漫展一定要做好准备 也许跟这次一样 还说对比米哈游在中国日本韩国举行的活动 北美简直太惨了 他们为了参加原神的线下活动 要买票坐飞机巴士还要住酒店 要花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去大城市才能参加 那么这位楼主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带节奏 国外的玩家也给出了相应的评论 很多玩家表示参加原神线下活动或者漫展 原神展台的商品是非常充足的 而且cost非常的多 然后有玩家表示质疑 米哈游是不是只在乎中国市场 其他的地方都不太管的 结果立马有人反驳 在我们这边的社交媒体上的普遍看法 是米哈游只在乎全球市场 忽然感觉米哈游挺难的 国内说他是同样媚外 国外又因为他是中国公司 说他只在乎中国市场 送游戏内道具的线下活动 基本上都是在国内 那么为什么在这次北美的漫展上面 米哈游的展台没有周边呢 是因为他们的商品被海关扣了 然后国外的玩家就这一事件 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为什么扣押这些周边 也许只是因为米哈游是一家中国公司 而且早在去年就已经被扣押过一次了 也有朋友向国外的玩家 介绍了米哈游经历过的事情 有很多人和公司都希望米哈游倒闭 所以他们一直在用各种方法来破坏他 而事实上米哈游在一年多前只是一个小公司 没有办法和他们来对抗 好在米哈游挺过来了 希望他越来越好 加油 至于原神的话 肉眼可见质量越来越好了 看到一款国产游戏登上外网游戏讨论度第一 我作为一名中年玩家是非常开心的 相信有很多朋友应该也是吧 最后再次祝愿所有点赞三连关注的朋友 都能凑到自己想要的角色和武器 关注野猪让您不错过任何一颗原石福利 还有各种资讯